他已經先打了預防針 說到這個月月底的時候 台灣每一天的確診人數可能會破萬 那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他也不忘趕快籌組他的競選團隊 如果這樣的團員屬實的時候 那我們真的就覺得 他應該趕快把指揮官的責任卸下來 那麼交給真的願意用心來為全國 國人一起在防疫上面打拼的人 去承擔這樣的一個指揮官的工作 那他想選舉 他想當逃兵 防疫的逃兵 那他就趕快去 我們也祝福他 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想選舉就趕快去選舉 那不要就是選舉的工作 廢了一邊的心 然後防疫的部分又沒辦法專心 結果兩邊都做不好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他如果想選舉就趕快去吧 我覺得其實防疫的工作做到現在為止 其實真的很可悲就是沒有看到超前部署 竟然叫大家要自主應變 那我不禁要說其實陳時中部長 他做的最好的超前部署就是不斷的給老百姓打預防針 那告訴大家說我們的這個確診人數會從一千多兩千多很快會上萬 那大家如果上萬以後就不用驚慌 這是他唯一做的超前部署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看到一樣疫苗還是不夠 那這個給5歲到12歲的孩子所施打的疫苗到現在也沒有著落 然後快篩試劑的價格現在也還不確定沒有辦法降下來 那試劑也到處買不到 那口服藥更不要說了 可能還遠在這個海上半路上都不一定 那我認為說防疫的工作到現在具體的部分沒有落實 那現在竟然連一句安慰的話都沒有 就叫老百姓自主應變 我覺得這個指揮官真的要好好自我檢討一下 光往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興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都是不停的以水神物化器來噴這個水神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水神隨手噴這個部分也非常適合 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